国际焦点还要关注的是全球第四大富豪 也就是美国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宣布 说他要捐出大部分的财产 交给慧云 焦点人物要来看到的是亚马逊的创办人贝佐斯 因为他日前和他的女友一起受访的时候呢 他承诺说会在有生之年捐出他大部分的财产 那目前他的资产有多少 他是全球的第四大的富豪 粗估净资产就达到了1240亿美元 和台币是3.8兆元 但是这样来说呢 好像还不够 因为他说和女朋友正在建立能够捐这笔钱的能力 他想要捐的钱主要是要给哪些的单位呢 或是人士或是议题 是包括像是说气候变化 还有他认为应该要捐钱给那些 可以促进全球团结有影响力的人士 那其实呢这个捐钱不是说你随便说说就好了 如果像这样子富豪要捐钱的话 如果你愿意要捐出自己50%或是以上的财产的话 你要签一份这个捐款誓言叫做The Giving Pledge 那么贝佐斯他说要捐钱可是还没有签署文件 那相较之下 他的前期在2019年5月的时候就已经签署了 而且他的前期呢 最近还在这个网路平台上发表说 他在过去7个月内呢 已经向超过300个组织捐出将近20亿美元了 那现在贝佐斯又说要捐钱 看起来有点和前期较劲的意味 欢迎我们再来看日本的这个数据40倍 他指的是日本10月份这个入境民众的人数 比去年还多出这么多啊 可能很多观众朋友都会说 好想要度假好想要去日本 那么关于日本10月的入境人数 就有一个最新的统计数字了 因为呢在10月这边他们看到了 申请入境的是一共有45万又4千人 这当中观光幕地就占了28万人左右 那么在上个月呢只有14万6千人 而且跟一年前相比的时候 更是成长了差40倍之多 因为在一年前呢 还有在这个防疫的措施底下 所以入境的人数是偏少的 只有一万一千人 但是现在看到这个是猛暴式的成长 那么最大的关键 当然就是说日本政府 他们在10月11号的时候 宣布松绑边境 也就是开放所谓的自由行了 那所以很多人都赶快订机票冲日本 那么其实呢这样子的数字 对于日本电视台 日本的电视台就有一个统计了 说可能还不够多哦 因为在2019年的10月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入境人数 当时没有疫情是220万人 也就是说这个数字呢 只有往日水准的两成 但他们也预估下个月的外国旅客 还会更多 想到人数我们就来看全球人口 在昨天正式突破了80亿人的大关 只是大家很关心 战争加上疫情怎么人口数 还是持续的在增加呢 你知道全球有多少人吗 答案是80亿人 那么这个记录是在昨天晚间的时候达成了 而且从70亿到80亿这中间呢 我们只花了11年就达成 那么对于这样子的里程碑呢 联合国的秘书长古特瑞斯就有说 确实是人类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大的里程碑 那要归功于卫生营养还有医疗的改善 让人类的寿命延长 富如的死亡率下降 而且未来的人口趋势 预计还是会持续增加的 到了2030年的时候 预估是85亿 接下来50年的时候是97亿 那么到了2080年的时候是破104亿人 而且还没触顶 预估要到2200年的时候呢 这边才会触顶之后才会开始下滑 那么这当中预估 印度会是人口成长最快的国家 目前是13.9亿人左右 但是到了2023年 可能就已经是17亿的人口了 但是这样子爆量的人口增加 也会带来其他的问题 包含说贫困啊还有我们的粮食 到底够不够呢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挑战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